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书三章十五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借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说要明白圣经 因为圣经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本来不知道要怎么样得救 这条道路到底要怎么样走呢 那圣经它就指示我们的这条得救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就有这个得救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是从神来的智慧 不是从世界来的智慧哦 世界上有很多智慧人啊 他们在写书 这些作品啊 大多数是照人的意思写出来的 照人的思想观点写出来的 那你有你的道理 我有我的道理 让人分不清啊 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是错 到底要跟从哪一个才好 那人的智慧 它没有真理啊 因为真理是从神来的 所以人的道理不能够引导人到神那里去 因为它不是神的真理啊 那我们来查考圣经 主耶稣说 在圣经里面有永生 所以我们来读圣经 我们悉心的去查考它 那圣经就会指示我们 这永生的道路是要怎么样跑的 那我们按照圣经的意思来去做 那我们就有了这个永生的智慧 那圣经里面 它有这个神的亮光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一章七十八节 因我们的神 人命的心肠 叫清诚的热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七十九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建议说到从天上来的亮光 好像是早晨的晨光 要照在死阴中的人 让人因为看到这个光 来接受这个光 就走在神平安的道路上 那再来我们刚才也有学过 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那神的灵他在默示人 把神的话写下来 那我们来学习圣经呢 就是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 来明白这个得救的道理 那我们就有了这个得救的智慧 那今天教会也是这样 我们教会啊 有这个圣灵的同在 当圣灵来了 他要指导我们明白真理 明白这个得救的要道 那我们把这个得救的要道 把它有系统的整理出来 就成了我们教会的十大信条 五大教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义 跟我们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去查考他 那对我们的得救 就有了缺失的把握 我们来看一副所书二章二十节 二十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师 好 建议讲到我们的信仰 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由主耶稣做防脚师 所以我们教会几十年来 因着圣灵的带领 我们去查考圣经 均守圣经的真理 这个真理啊 有一个规模 是不可以超越这个规模 不可以超越使徒先知的教训 还有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说 无论何人啊 不管他是天使还是使徒啊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以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该受咒诅 所以我们传福音必须要符合圣经了 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传 不要把它传错了 就是要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一章十七节 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 和己事的灵 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好 今天你告诉我们 圣灵啊 会给我们属灵的智慧 因为圣灵是赐给人智慧的灵 还有己事的灵 能够照明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真知道它 那我们教会传福音 也是照着这本圣经去传 圣经有神的奥秘 必须要有圣灵的己事 圣灵能够引导人明白真理 让你有这个得救的智慧 那我们就能够按照真理来传福音 那几十路最后章也将告诉我们 圣经是不可更改的 如果加添有什么 就把灾祸加添在他的身上 也不可删减什么 如果删减了就删去他生命术和圣城的份 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得救了 所以我们传福音要照着圣经的真理去传 如果不照圣经 只照自己的话去传 就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了 那如果照圣经去传 就必蒙福 神愿意 人人得救 明白真道 神的心意 就是要人 能够明白真道 能够接受福音 以至于得救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的 主耶稣说 我有羊是在羊圈的外面 如果他是主的羊 他就会听主的声音 他就会跟主的脚步走 那我们传福音 就是要把这些主的羊 带回主的羊圈里面 就是带回神得救的教会里面 让人因信福音而得救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愿 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 传这个主耶稣得救的福音 知道要怎么样去行 才能够得救 这就是有属灵的智慧了 也就是有这个得救的智慧了 愿主帮助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